要同除以誰? 你看要同除以3的n次方啊 3的n次方 哎呦上課上到背頭 來 你看喔 這樣做不行對不對 剛才這樣做不行 來 我們現在換一個做法 其實你要找最大的那個數字啦 要找3啦 來 上一下同除以3的n次方 所以這個式子它就可以寫成 來 3分之2 2的n次方 再加上多少? 再加上3 這樣可以嗎? 3的n加1次方 除以3的n次方就是3嘛 那3的n次方 除以3的n次方 這個是1 然後 加上 2的n加1次方 除以3的n次方 我們把一個2搬出來 然後利用指數率 它可以寫成2乘上3分之2 的n次方 這樣可以 那一旦你這樣做 同學這題就結束了 因為當n畢竟無限大的時候 請你告訴我 3分之2的n次方 會跑到哪裡去? 會收斂到你啊 它是不是會跑到你去? 然後這裡3分之2的n次方 它會收斂到哪裡去? 它會收斂到你啊 是不是跑到你? 所以請問 這一題答案是多少呢? ㄟ? 分子最後會跑到3 分母最後會跑到1 所以這一題答案是多少? 這一題答案是3嗎? 懂不懂? 只不知道 這一題比較難喔? 看一下 行不行? 知道我在講什麼? 不過這個第四題喔 我跟你講 第四題我要講另外一個方法 這個第四題來 我把這邊擦掉 我用這裡的空間喔 我教你用直覺的方式來做這個第四題 來 所有人可以看我這邊 這個第四題有沒有覺得有點討厭? 對 因為你要把原式做改寫 然後要怎麼改寫? 給你一個建議 分子分母要同出於那個最大的數字 像這個2 這個3對不對? 所以你要同出於3的n次方 你要找最大的那個數字 好 這是我們的經驗 好 那你說老師這個能夠用直覺來做嗎? 其實可以的 你在旁邊寫一個key 這東西如果你的直覺夠好 或許我們可以透過直覺來處理這個問題 欸 你們有學過指數函數對不對? 來 這個 這一個 這叫y等於2的s次方 然後我現在要畫另外一個 y等於3的s次方 是長這樣 一學 y等於3的s次方 來 你跟著我一起畫喔 然後這個題目是這樣喔 哎 今天晚上大家都要去吃晴天地 要不要跟我們出去玩啊 跟你出去玩 不是我 是我嘛 哦 你們喔 對 玩什麼啦 可以去吃飯啦 我晚上要吃學校的營養晚餐 今天節 營養晚餐 我吃營養晚餐啊 然後晚上我要兼烤啊 你們烤到AMC耶 我要兼烤啊 對啊 要兼烤 幾個人烤啊 好多人烤 是今天烤 兼烤啊 叹氣 叹氣 單身狗 單身狗 沒關係 single dog 哎 好可憐啊 single dog 我讓你買禮物送 我買禮物送你 為什麼要買禮物送 沒有人家 來 那個 我要讓同學來感受一件事情 哎 這個東西有直覺的喔 我跟你講 這是有直覺的 如果沒有直覺 我們就說好吧 那你就只好就是按部就班 可能有一個 就是有一個技巧 就是你要通處理那個最大的數字 就通處理三的N字法 然後去做就對了 但這個題目有個技巧 而且這個不是技巧 有個直覺 這個用直覺來想 來 同學我現在問你一件事情 y 等於3的s次方 跟y 等於2的s次方 誰上升的比較快 3的s次方嘛 對不對 比如說這個x如果是100的話 3的100次方跟2的100次方 雖然都很大 但是3的100次方明顯大很多對不對 所以我把這個直覺的想法 稱為叫大吃小 來 寫上去 大吃小 你知道什麼叫大吃小嗎 ㄟ 哈囉哈囉 哪里 真不要聊天啊 ㄟ 大吃小 你知道什麼叫大吃小嗎 當這個N很大很大的時候 你猜誰會被誰吃掉 哎呦 你說 你給我吃掉 比你白癡喔 N很大很大的時候 這個2的n次方 會被3的n加一次方吃掉 2的n次方也很大 但是相對於這個3的n加一次方來講 它會變得微不足道 微不足道到一個程度的話 我們基本上就可以忽略它 所以當這個n足夠大的時候 基本上它就會是3的n加一次方 有些學生心理會想說 ㄟ 老師你這樣寫不好吧 這個2的n次方你怎麼可以把它忽略掉 因為我跟你講 這個2的n次方 跟這個3的n加一次方比起來 在n夠大的情況下 它已經是微不足道了 這樣你聽到嗎 就是說 這要怎麼講 來這裡你看喔 2的n次方 3的n加一次方 我大概這樣講 來導選你看到這邊 譬如說n等於多少 n等於3的時候 同學問你 n等於3的時候 這個是3的幾次方 3的4次方 對吧 3的4次方是多少 講話啦 3的4次方是多少 81嘛 81嘛 對不對 然後2的3次方是誰 是不是8 所以你就想像它們兩個在跑對不對 然後現在的同學我再問你喔 如果今天n等於一個很大的數字 n等於100 對不對 那當然這個時候你就稍微感受一下 你知道我在講什麼 隨著這個n越來越大 剛開始這個2的n次方它往這邊跑 3的n次方它往這邊跑對不對 3的n次方當然跑 3的n加一次方當然跑得比它快 可是當這個n很小的時候 那個差距你會覺得好像也還好嘛 81跟8好像差距也不是很大 可是我跟你講 當你的n很大很大的時候 這個傢伙它會跑到一個很遙遠的地方 相對來講這個傢伙它也繼續跑 可是怎麼樣 它就跑得沒那麼遠了 你聽懂它感覺嗎 它會有一個相對的概念 所以當n很大其實100還不夠大 如果你先把它放1000萬 那不得了 他們的差距會逐漸被拉開 拉開拉開這個差距拉開到一個程度 我跟你講這個2的n次方 基本上就穩不足道了 它會被它吃掉的 你聽懂嗎 所以同學你在看下面 3的n次方2的n加一次方 在n夠大的情況底下 它基本上就是3的n次方 因為它被它吃掉了 你聽懂它感覺嗎 這直覺 所以同學你看 在n足夠大的情況底下 這個式子基本上它就是3的n加一次方 除以3的n次方 請問你答案是多少 答案是3 對不對 跟這個答案是不是一樣 這有直覺的 用直覺就可以看出這一題的答案 當然你說老師考試這樣寫可不可以 填充題這樣寫當然沒問題 但是如果計算題這樣寫 有些老師會覺得 嗯這樣寫不太嚴謹吧 如果計算題的話就這樣寫好不好 就按部就班 把每個細節把它講清楚 就這樣寫就好 好我們現在來看一下我們的課本 來請翻到第10頁 我現在帶你做課本喔 翻到第10頁 我快加碗喔 來翻到第10頁 來第一題 求下列個無窮數列的極限 來你告訴我第一題答案是多少 C C咧 靠謠 他剛剛是選擇題 他是挺中題 求他的極限 2n加1分之5n-3 當n畢竟無限大的時候 同學你覺得他收斂來發散 他收斂 收斂到哪裡去 5分之5啊 這一題答案就5分之5 都可以 那第二題呢 n的3次方-1分之3n平方加5n 同學分5是n的3次方耶 分子是n的平方耶 誰跑得比較快 分母跑得比較快啊 雖然都跑到無限大對不對 請問你第二題收斂來發散 收斂啊 收斂到哪裡 收斂到0啊 所以第二題答案就是0 你懂不懂 就是我們黑板上這個做法嗎 這個第三題 來這個第三題我帶你做一下喔 這個第三題是這樣 來5n加1 然後這裡減掉3的n次方 除以 來這裡是5的n次方 加上2的n加1次方 來同學這一題 我們用直覺來做好不好 來請同學放我這邊 同學我問你喔 當n很大的時候 你告訴我 這一題如果要正規做法 你上下要同除以多少 你上下要同除以5的n次方對不對 再取極限 但是這個題目 如果你有直覺 你告訴我一件事情 請問n夠大的時候 誰會被吃掉 3的n次方會被吃掉啊 所以它會變成誰 它會變成5的n加1次方對不對 然後下面這裡 2的n加1次方會被它吃掉 所以這裡會變成5的幾次方 n次方 所以請問你這一題答案是多少 這一題答案是5啊 它最後會收斂到5 你要看它的趨勢 當n很大很大的時候 這樣可不可以 懂不懂 知道我在講什麼 可以齁 來可以的話 我可以再講一題嗎 不可以 可以啦 再講一題 我們再來休息吧 來 你翻到12頁 呵呵 來 那個家具帽我拍這邊 我家跟男朋友有吃足光嗎 你沒有男朋友 請你不要再做夢了 好嗎 來 請翻到12頁 好像可能學測開始有妄想症了 最近有很多大學生回來找我 然後我就問他們說 有沒有交男朋友 有沒有交女朋友 我跟你講很多都沒有 所以你不要以為說大學就會偷單 我跟你講沒有這回事 很多到大學都還是單身狗 好不好 來看一下第12頁喔 12頁這裡有兩個題目喔 這兩個題目都相當不錯 雖然簡單我們再做一下 第一題 以致喔 Limit 3n 趨近無限大的時候 來 這裡是n 平方 加上2n 然後這裡是3n 減掉1叫什麼 n 平方 他說這個交貨會等多少 會等於4 好 他的極限是4 那請問常數a的值是多少 這很簡單啊 來 所有的同學看我這邊 我帶你把它做完喔 哈囉 請問你 n b 見無限大 這裡也跑到無限大 這裡也跑到無限大 這不定型 那不定型要怎麼辦 你這個式子要做什麼 要做改寫 來 我們把它改寫一下吧 來Limit Limit n 趨近無限大 來 問一個問題 這個要怎麼改寫 除n平方 不錯 除n平方 上下同除n平方 這個交貨會變成多少 這裡會變成n分之3 減掉什麼 減掉a 然後這裡會變成1 再加上多少 再加上n分之2 可不可以 上下同除n平方 好不好 行不行 那你可能會問說 老師你怎麼知道要同除n平方 因為你除以別的東西是沒有效的 不信你除除看 你除以n 你還是除以別的東西 我跟你講你會發現是做不出來的 好 要除以n平方 然後同學你再看喔 單分b進無限大的時候 來這個會跑到0 然後這個會跑到哪裡 這個會跑到0 所以這個整體會跑到哪裡去 會跑到-a啊 對不對 同學就這麼簡單 單分b進無限大的時候 它是會跑到-a 然後題目有說 它最後會收斂到4 所以-a就會等於4 -a等於4 請問你 你的a就是多少 你的a就是-4 這考試如果考出來你要會寫喔 記得你高中老師有教過好不好 就這麼簡單 遇到這種不定型 你要把題目做改寫 把它做變形 啊變形的技巧就那幾個 好不好 就這麼簡單 來 第二題 我們把第二題講完就休息了 第二題是這樣子喔 它會說 已知limit 當n趨近無限大的時候 來這裡是3n-1 這裡是an平方-bn 這個題目看起來會比較快一點 加上8 來最後它會收斂到2 然後這個題目要問什麼 問你a是多少 然後b是多少 ok 他說這個交過的極限是2 然後問你說a跟b是多少 這樣好不好 我要把這裡結束掉 來 所有同學看我這邊 有一個人不用算用看了就知道答案 那個人是誰 你看喔 它最後會收斂到2 請問同學 這個a你把它圈起來 這個a一定會是誰 這個a一定會是0 來 你把它寫上去 為什麼a一定會是0 同學我問你啊 a如果不是0 比如說這個a如果是3的話 3n平方欸 nb近無限大 n平方跑得比n快得多嗎 它最後怎麼可能會收斂到2 你聽懂嗎 它最後一定會奔跑到無限大 它會發散掉 這個a如果小於0 最後nb近無限大 這個交過會跑到哪裡 會跑到負無限大 它也會不存在 所以他題目跟你說 這個會收斂喔 他跟你說會收斂的話 那他其實就在暗示你這個a就是0 這a一定是0的啊 不然他們的等級不一樣 這等級比較高 這等級比較低欸 他跑得快 他跑得慢 最後怎麼可能會收斂到2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你懂嗎 所以這個a馬上看出來是0 那既然這個a是0的話 我們把題目重新再寫一次喔 這個題目就變成limit n趨近於無限大 好 a是0喔 所以這裡是3n-1 a是0的話 這裡是負的bn 這裡加8 對不對 ok a是0吧 畢竟無限大 來 我們把題目做改寫 它會寫成limit n趨近無限大 1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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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